各位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 来自Politico 就是问为何西方在沃克拉在输 终于有人敢用这样的标题 即是小见了 敢用这样的标题 你知道 在这些媒体里面一直都不肯承认 根本现在西方在沃克拉上的政策全部都是失败的政策 因此现在他要找 替死鬼 要找替罪羔羊 为什么西方在沃克拉政策 这么失败呢 何时的 2024年2月21日 三日前 我们知道现在有个安全会议 在武朗克 Munich 举行 所以 拿到这个做背景 不要紧要了 我们看看他买什么 现在 知道了 就有些 M-O-Starvation 即是现在 乌克兰那边没有 弹药 弹药沽 那 就引致 在战场上失利 那 就 而 有部分的 欧洲领导人 就 虽然 可以填 美国的 这个 因为美国的 共和党那边 就 不愿意 就继续支持 将军火送 去 乌克兰 因此 就造成了 现在 这个所谓 M-O-Starvation 就是乌克兰那边 收货 但欧洲本身 根据这篇文章 就没有生产能力 即是说 你想买都不能买 结果 没有打药用 这就是他给的理由 大家知道真正理由不是这样 但这是他们给的理由 那现在说回政策上的问题 这个就是 现在 现在 他们已经开始 看淡 乌克兰事件的成功 已经开始有 一些政客们 开始说 Sweetish 瑞典 Defense official 那些国防部人 就要 那些人 准备 Mentally prepare 准备 心理上准备 这场仗会输 另外丹麦的Defense Minister 和 Estonia 一样说 现在 俄罗斯可能在五年之内 挑战 北约组织的第五条条例 那就是说 会 攻击一些 北约成员国 如果是俄罗斯攻击北约成员国 北约国家 就要连同一起 对付 入侵者 所以现在在说 五年之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可以这么准备 五年之后 另外就是 这个就是 在北约组织的官员 就说 目前来说 对乌克兰支持 北约对乌克兰支持 是不会想的 现在这个悲观状态 过分 过分悲观 这个 作为一个政治 一个军事的 机构 当然这么说 但是 在观察 战场的人 有人认为 不太相信 他认为 现在的 前市方面 非常令人担忧 而 俄罗斯可以继续做一些推进 是 绝对有的 我们不应该 听事 虽然现在 说乌克兰战争会输 太早了 但是 这个是有可能的 我刚才说到 很难见到 西方媒体可以 承认 现在在输 另外 一定要扯下来的 就是中国和伊朗 他就说 现在看样 有可能 未来几年 在俄罗斯推动之下 俄罗斯的盟友 俄罗斯的盟友 我知道中国 没有跟任何国家有关事联盟 没有盟友 中国不做这件事 伊朗和中国 可能会 激发 第三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III 人人都知道 我们中国是爱好和平的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最重要是和平 第三次世界大战 他们想不到 我们中国是不想的 但是 你知道这份 是西方媒体 一定是这么说的 好了 接着就解释 为什么会输呢 这是给点理由 第一个理由是什么呢 就是 怕 那个 Nukia confrontation 怕 核子对抗 因为 他说 一开始 德国总理 和 美国总统 都 认为 不想 一下子 记得俄罗斯 太重要 所以要慢慢来 一个gradual approach 慢慢来 对 乌克兰的武装 要慢慢来 对俄罗斯的 制裁也慢慢来 是因为这些领导人 是怕核子对抗 所以不敢一次过 被兵力 给乌克兰 所以 其实 你兵力不够 就兵力不够 不要赖 突然间不够 就迫 第一个迫法 就是 他可以用个例子 比如 供应坦克 拖拖拖拖 大伦终于都供应 接着 飞机又是这样 拖拖拖拖大伦 现在都没同一个 飞机供应 他认为 迟些 都会有飞机供应 有 拖拖拖 那些 飞弹系统等等 那么 其实 战略上的失败 不是因为你一开始 丢不够 能力下去 而是根本上 你丢都没用 譬如他们的坦克 讲了大伦 终于都派去了 但是 一派到战场 不久 就全部都没有 工作了 你早丢下去 都是同样结果 所以这个 因为害怕 所以我们 保障要慢慢 增加 这个 这个 借口 现在 目前来说 刚刚 俄罗斯的一个反对派 尼巴尼 就在 欲中死亡 现在就说 好了 现在就改变了 西方的 构思 那么 譬如 包括一些 想用 俄罗斯凍杂了的 资产 来帮助 乌克兰 那 另外 就说 现在我们买武器 可以 就 不用一定要在 澳洲 买 这些内部 其实 你不在美国买 我真的不知 你去哪里买到 我真的不知 在哪里买到 除了这几个地方之外 亚洲国家 大部分国家不会卖武器给你 非洲 没有能力卖武器给你 美洲 美洲 美国 美洲是你欧洲 地方 接着就是南美 南美 有人可以做到 打药给你吗 所以 这个 这个借口 很混帐 真是 真是很混帐 你除了 买美国和欧洲 你哪里买到打药 给你武器用 所以这个人是借口 我们看到这些文章 现在 除了害怕之外 就是 这些领导人的影响 这些领导人 说到他们 好像没有那么 好战 不想 拜登好战 事实 但是这里 替他洗白白 他说他不好战 然后又说 德国总理 比较上 左傾一点 这些全部都不是理由 真真正正 在 烏克兰战场 西方国家 赢了 其实 有几个主要原因 第一 烏克兰和俄罗斯 相差太远 一个 人口 土地 能力相差太远 这是第一个大问题 而西方的 资助 当然 但是 西方之左 就 把自己的 没用武器 用了先 这个 不是他们 真是说我要慢慢理解 要把自己的最先进武器 把自己的最先进武器 把自己的最先进武器 第一手就推 这是没可能的事 不理你是用什么 因为什么原因 没有人是会一开始 把自己的底把全部推出去 一定是慢慢来的 这个正常 至于你怕不怕这个 核子对抗 难道现在不怕吗 你敢说 不可能是核子对抗吗 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发生的话 真的可能是核子对抗 所以这个是真的 不是假的 所以一开始是 你这个慢慢 供应武器 增加压力 必然是这样的 因为没有人一开始 把整个一推 都推出去 没有什么事 只是会一路加一路加 这个标准做法 跟他们怕这个 核子对抗完全没有关系 领导人方面都是这样 而我们也知道 就是比如 开始武奈 4月份的时候 2022年的4月份的时候 就已经基本上 讲解了那个和平协议 谁破坏的 美国佬 找了 Boris Johnson 去破坏了他 所以 其实 整个 整篇文章 可以说是洗白白 可以说是乱说 而 这些文章 我们要想 到底 他为什么会这样写呢 写给什么人看呢 如果他们的政客 那些 真是 在国防部 在 资狼 团里面 都是这样想的话 那 就 可以说 我都不用想了 西方世界 真的不行了 如果那些 资狼团 或者他们的政客 不是真的这样想 而是 另外一个 比较准确的 看法 那这篇文章 纯粹写出来 就是 给一些 美国人 预弄的美国人 给一些原因 去解释 为什么呢 乌克兰的战场 去失利 失利的原因 一方面 对俄罗斯来说 这是生死存亡的事 当然 对 乌克兰来说 都是生死存亡 但是 乌克兰的 领导 不是这样想 乌克兰的 总统 不是这样想 对他来说 是一个赚钱机会 这是很大分别 这是一大分别 另外西方来说 尤其是 在北约 上用之下 他们说的一图 真真正正要 立下心墙 拿起 主见 真去做事 这政客做不到的 这些用铺选 来到生产最高领导层的 政治体制 这些政客 是不会负责的 他们 得过且过 又不是死自己 就算是自己国家的军人 死也不关他事 不是死自己 没有了 这种感觉 但普京不同 我很相信 普京是真真正正正的 国家的安危 和自己 拉上 绝对关系 这个和我们中国的 一样 中国的发展 和自己 拉上 绝对关系 是不会因为 我只是政客 我只是一个代理人 所以我可以放轻 不会 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 而 西方的 军工体系 我们都说了 就是 有一个预测 预测 我的武器够先进 所以我一定会打赢 现在证明不是 是可以用一些相对 廉价的武器 而击穿你这个非常昂贵的所谓保护网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那个 价格的差异 会使到 这场仗 很难打 经济上面 很难支撑到 而我们都看到 就是真真正的西方的工业能力 真是没有了 在 消耗了之后 要继续生产 那些弹药 你就生产不了 当然 在美国那边 你那个两党政治互相之间 就是 拖后脚 也都阻止 一部分的 武器提供 这个是真 但是 真正的原因 不是 因为拖后脚 是因为你真的做不到 而这个价格差异 太大 当然 我可以说 美国现在的钱 可以引 但是 就算可以引 人家一揽印 人家一发现 这个 他国家跌得更快 我觉得 美国真是 贫乱一个 相当大的危机 这种危机 我不知道他怎么可以过得到